今天是我们家小嬷嬷一周岁的生日 那么今天我要给她拍一个非常有纪念意义的抓周视频 这里摆放着20来样东西 就是看她等一下会抓到什么 抓到什么呢就相当于是预测她的 未来的一个兴趣爱好 就好比这个勺子 就是美食主播的料 铜钱做个金融家 算盘做个企业家 书子 以后呢就很会打扮 笛子 音乐家 书本 很有文化 波浪鼓 自由职业者 那就跟我一样 有金钥匙 葫芦 葫芦是代表以后呢做医生 笔 也是文学家 锤子 锤子 法官 包子 吃货 秤也是商人 剪刀 裁缝 刀 武术家 促居 运动员 平安待 一生平平安安 走 我们上去二楼抓周 牙牙牙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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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 陌陌 这么多东西喜欢哪一个 喜欢哪个就抓哪个啊 来 妈妈说一下 希望陌陌抓到什么东西 对她以后有什么愿望 看她自己吧 看她自己啊 抓什么就抓什么啊 尊重陌陌自己的意思啊 来 爷爷说 希望她抓到什么东西 希望抓到笔 抓到笔 做一个文化人 来奶奶说一句 希望默默抓到什么东西 抓到书 抓到书 来开始 做好了 又好的东西 宝宝一周最生日快乐 锤子 锤子法官 这是第一个抓到的 这个不算 不要 蹭也不要 笔 抓到时间久吗 也不要 包子 还是不要 剪刀 做个采访 处局 做个运动员 你每一个都要抓一个 金银财宝都不要 好 看你喜欢什么东西 看他最后拿最久的东西是什么 葫芦也不要 包子也不要 波浪谷 波浪谷是自由职业者 这个最喜欢 跟我一样 自由职业者 看来这个是他最喜欢的 还有什么 你要成为一个武术家 不要 平安 平安也是很重要的 比如说 莫莫 还是喜欢波浪谷 这个是他抓的最久的东西 一直都不愿意放下的东西 就代表是他最喜欢的东西 将来做一个自由职业者 笔也是很重要的 哈哈哈哈 好 结果已经出来了 就是波浪谷一直都没有放过 抓在手里一直都没有放过 自由职业者 果然最爱的就是波浪谷 作为父母呢 选到什么都不重要 最重要的呢 就是要平平安安 健健康康 快快乐乐的成长 宝宝生日快乐 嗯